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来欢迎来到民主厅县 这一集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国际的局势 那么昨天呢我也说过了啊 这个马英九这个小侧老啊到北京去 那么原来他们一天到晚炒作什么西马2.0了 啊点20了3.0了几点0了啊 那么大家也都看到了 你看今天有他跟习近平的什么事吗 啊没有啊没有没有这次 啊顶多是一些北京的一些市领导跟他们见一见啊 我说过他们这些人来大陆啊 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过来捣乱了 一个呢对吧影响中国大陆民众清明节出行 啊本来那么多人想去这个西安啊 看这个兵马俑在这个清明节带上家人啊 去看一看我大中华的啊历史的威武 啊看看我们啊秦帝国啊的伟案 对吧那你说他妈的他他他一他一过去这那的连就清场 要要包包场啊对不对 因为怕如果说跟游客放在一起了啊不是说在欢迎他 而他妈的到时候游客拿矿权水瓶子砸他脑袋啊 主要有这个这个考虑所以你说他是不是来捣乱呢 你说这两天对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北京啊 马上今天拉夫罗夫就来中国紧急来中国了 现在以色列啊已经到这个宣布啊北部地区已经进入到全面 备战状态准备好了啊要迎接什么黎巴尼正主党或者伊朗或者叙利亚的这个这个进攻了啊 焦头烂烂额的时候 对吧啊然后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啊又在进攻新的这个地区啊 对不对 德国总理舒尔茨马上也要来华尔来访问了 带上三个重要的部长啊带上一些重大企业到北京啊 马上要跟习近平来见面了啊 德国看到美国在这里吃蛋糕啊 他也要来什么分一杯羹 对不对 而且还有解放军南部战区啊 顶上去顶上美日飞澳的这个军事演习 那他美日飞澳这个军事演习其实什么 我仔细看了看就几条破军舰 你跟解放南部战区这边的这个这个军舰海空空海一体体战 没没办法比的啊 而且我们是在这个主场 他在我们家门口就要挑衅 那就让他死得很难看 美国警告原中国 原住乌克兰 中企将承担后果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近来已就中国按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发出迄今为止最清晰的警告 直言讨论中国企业在乌克兰战争中 支援莫斯科将面临严重后果 此一警告来自刻在中国访问的美国传言部长耶伦 德国马西亚基金会印太计划主席格拉尔指出 耶伦前述说法以代表美国相关立场出现重大转变 美国参政部长6日在耶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赫立峰于广州会面后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 耶伦在会晤赫立峰时表示 他知道全球经济方面面临重大总力和风险 包括俄罗斯必须接触对乌克兰的非法战争 耶伦部长强调 包括中国企业在内 不得向俄罗斯提供针对乌克兰战争的实质性支援 包括对俄国国防工业的支持 他们指俄罗斯不错会有重大后果 美国参政部长的新闻稿中出现三次强调 均涉及安全议题 耶伦表示 美方向中方表明 中国企业持续供应让俄罗斯持续支援 中国则中方则强调 北京当局政策是不提供俄罗斯军援 美中双方皆不愿意为此事影响双门关系 在俄罗斯入行乌克兰后 西方国家对莫斯科寄出数十分制裁与贸易禁运 借此打击俄国难获军援 进而停止攻势 但俄国却透过与中国贸易 从北韩与伊朗进攻军火 持续与乌克兰步步进逼 美官员 北京援俄已接近知名性门槛 首先我想说 这个话讲出来 我觉得蛮扯驴蛋的 你美国自己那些石油巨头 通过加密货币 不停地跟俄罗斯进行交易 石油的交易 你在这个地方 不允许中国跟俄罗斯 进行任何的这个交易 或者说援助他 所谓打这个乌克兰 你说话做事 要讲证据 你没有证据 在这里 你就是在这里软饭硬吃 你是来向中国兜售 你的美债的 或者说叫中国不要减少美债 今天你美国这个口气 跟中国来讲话 你是不够格的 知道不 你一边在这里 已经对中国进行的访问 一边在南海进行的 所谓的军事演习 中国他妈不是被吓大的 懂吧 所以说你 你讲这个东西呢 你六号讲这个事情呢 中国马上就给你耳光了 那马上就叫拉夫罗夫 过来到北京来来来来 来谈 我们就就来就来谈合作 就来谈军事合作 你你约伦你放的花 他妈的有效果吗 对不对 因为你美国要中国 做的是太多了 你要中国要 要答应你十项要求 什么不得武统 对吧 中国其实就就一项很很重要 你美国不得插手台海事务 但是你也做不到啊 对不对 然后你又说 在中国在南海不能这样子 要关心西藏 要关心他妈新疆 要关心香港 要关心中国人权 要关心中国什么这 这那的 要关心他妈中国 跟伊朗的关系 然后你美国又他妈宣布说 这个藏南地区属于印度 你美国做了几件他妈的 针对中国友好的事情 你愿意来中国谈 我说句实话 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你来中国谈什么 谈到最后 你中国能够他妈答应你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 换了这个精神分裂症的 这个地方 而且美国没有办法 在居高临下 至上而下 跟中国来谈事情了 明白我的这个道理吧 因为 中国现在不是 不是以前为了发展经济 跟你美国好生好气的 对不对 你现在你美国 对中国进行那么多的制裁 中国还会跟你好生好气吗 你想多了吧 所以老板讲的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 你这个 马英九在北京干啥呢 你不是在这添乱吗 对不对 你还以为你是主角 这门都没有 很傻逼的一个事情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现在这个以色列 很多人问 以色列从这个拉法撤军什么 乌鲁里卖了什么药 乌鲁里卖什么药 当然很简单了 加沙那里都被他妈的 移为平地了 还在那个地方干嘛 打哈马斯打不过 借此机会呢 就是说名正言顺的 从拉法这个地方就撤军了 我打不过哈马斯嘛 我也消灭不了哈马斯 干那些平民呢 美国 包括英国的卡梅伦 也向以色列发出警告了 你那妈那个逼得别再 这样搞了 你这样搞 让我们脸上很无光 我听说这个佩洛西 也加入了这个 反对向以色列 这个禁运武器的 这么一个联署 联名联署当中 所以以色列 你说你搞什么 世界中央厨房 世界中央厨房 这种组织都他妈的 说白了 就是一些间谍组织 一些让西方 一些就是说 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吧 大家都知道 埃及今天旅游 我看这个微博上 今天已经说 第一批去埃及的人 被骗成怎么样了 有一个这样的勒索 就很多人去埃及旅游 都不是被骗吗 我说我现在别去埃及 那中国人喜欢往外跑 你也得看去哪些国家 你那妈跑到埃及去干什么 现在中东那么乱 经济形势那么差 埃及这种地埃及老他妈 敲你竹缸就敲你中国人竹缸 我跟你说 中国人去埃及这种 阿拉伯国家去旅游的体感 不是特别好 穆斯林国家少他妈去 第一个人家认为你是异教徒 嘴巴上不说 但他妈那个逼 他的行为上 他就是这样子表现出来的 对吧 然后这个 埃及 他那边不是对白人特别友好吗 那么埃及人如何对白人友好 埃及为什么会对白人友好 当然曾经他是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存在 对吧 他的这个直奴思想很严重 那么现在要怎么去维持 不就是靠世界中央厨房这样的NGO组织 到巴勒斯坦 到埃及这些穷困的地方 去装模作样吗 他NGO组织怎么样来维持 他白人的这个统治地位 让当地就说 后殖民时代 我没有殖民你 但是我思想上来殖民你 让你增加对我的好感 不就是靠世界中央厨房这种组织 你看巴勒斯坦人民这么的痛苦啊 以色列的枪林弹雨之下 你看我们这些白人 还是很有爱心的 很有格局的 很爱惜你们的 给你们弄吃的弄喝的 对不对 这不是增加这些阿拉伯林 对白人的好感吗 其实这个招很阴险 毒辣的 中国就笨得要死 不知道他妈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说我们 也要成为这些NGO组织 干这种事 他们还给你做手术 穿个白大褂 很多医生过去给你做白天照手术 还给你放美国电影 就是尤其在东南亚这些地方啊 穷的就是非洲穷的 他就这样的啊 给你看病 免费给你看病啊 给你提供吃的 给你援助啊 让你他妈对他感激 恩戴德 然后又给你放美国大耳片 让你爱上美国 喜欢美国 从小都给你植入这种思想 明白不 那为什么卡梅伦也好 像他妈佩洛西也好 都要签这种事 因为这个背后 由他们这种 他们捞钱 就是这么捞的 每年从国会 弄很多经费 这种NGO组织 就是他们开的 然后你把他们的人 给他妈炸死了 你以色列脑子 他妈有病吧你 你他妈 比那个脑子 他妈的 急钻到这种地步了 你把他妈这些人 都给炸死 根本就不考虑了 把这些人都给炸死了 那你的这些盟国 他妈的怎么支持你 而且还有老兵说过了 他他妈的去供来 违反维也纳公约 对吧 你他妈直接去 炸伊拉大使馆 你现在让厄瓜多尔 他妈学习你 墨西哥跟厄交 厄瓜多尔断交 尼加拉瓜跟厄瓜多尔断交 现在他妈的 玻利维亚 召回驻厄瓜多尔大使 也要断交了 巴西总统卢拉 严厉谴责 厄瓜多尔这种 这种暴行 违反国际法的暴行 哥伦比亚也谴责 就像那么 阿根廷的米莱 也在谴责 乌拉圭也在谴责 整个拉共体 都谴责 对吧 你这种是什么 使范相应 那为什么美国 也谴责 厄瓜多尔 这样的满横的举动 美国为什么 对这个事情 也很头痛 因为这就代表了 如果 维也纳公约被废掉的话 维也纳公约 大家要知道 今天这些所谓的公约 都是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也就是说 西方它制定出来的 西方为什么要制定 这种维也纳公约 大家有没有想过 道理很简单 因为美国 英国 西方国家 在 驻扎在你 当地的大使馆 总领馆 像在中国 有几个上海总领馆 武汉总领馆 对吧 还有什么 广州总领馆 曾经还有个 成都总领馆 还有沈阳 沈阳总领馆 北京大使馆 西安那边 不知道有没有 反正好 他妈的好多个 这些都是 他妈的逼的什么 大量的谍报人员 在这个里面呆着 那如果说 你俄罗多尔这样瞎搞 以色列这样瞎搞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中国认为 我操 你最近他们有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 你美国大使馆里面 这个人是个间谍 我中国或者俄罗斯 我直接派他妈的 跟俄罗多尔一样 派他们安全部队 直接就他们闯进去了 你妈的屁 你这家伙 针对我中国的谍报活动 把你给抓了 贪婪他们得紧张 是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基于贵德的国际秩序 正在被他们自己给破坏 被他的爹 和他的一些儿子国家 给他给他破坏 那你说美国能不着急 所以这种背景之下 我说过美国 他这套秩序已经崩塌了 他还能够要求中国 做些什么事呢 中国会答应他做什么事 中国对 对耶伦的警告的 直接回应就是 叫拉夫劳夫来北京 就这么简单 大家紧急磋商了 因为伊朗那边 就开始要大干了 是不是 你美国又对中国 部署什么中程弹道导弹 对我部署中程导弹 都在耶伦访华期间进行的 这就是你耶伦所谓的 谈判筹码吧 你这样他妈的 没有任何的诚意 中国他妈的 也不跟你浪费时间 没有任何意义啊 大家说是不是 好吧 这就说到这儿 所以我说 马英九这种小丑 赶紧滚蛋吧 还要四月十号 跟习近平见面 马上德国中心 数二次要来了 你们他妈台湾 又不是处于 这个国际层面的 对吧 有你们什么事 别给我支持